詞曲 李宸 modèle 男友 男友 張漢林 大家好,我是星象科技的Daniel 張漢林 我們現在就是剛我們這個杨董事長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是參加我們伊利次的這個 孟小良所举办的一个创业的募资的这个活动 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这个活动当中 所以等一下接下来我又跟各位介绍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募资 跟我们募资达成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募资的原因呢 或许说出来会让大家想要笑 但是呢没关系 因为孟小良就是说出来给别人笑的 我们要改变台湾的音乐产业 我们要改变的是台湾的音乐产业 中国是台湾华语音乐最大的市场 那台湾呢就是台湾最大的华语音乐的产地 那台湾平均每一年都产出差不多是八成 八成的华语音乐都是由台湾所产出的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中国的音乐产业状况 跟台湾的音乐产业状况 在2010年 2010年中国的全年的这个音乐产业的营收 是23亿美金 那在台湾的营收呢是56亿美金 那我们看起来感觉很正常 因为刚刚就跟大家说 我们台湾是最大的产地 那其实没错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比例呢 就是台湾的音乐版权出口 出口到哪边最多 出口到中国最多 它总共占了六成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下这个表格 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中国人口明明是台湾的52倍 但是在2010年 中国对台湾的音乐产业的版权贡献 只有1300万美金而已 1300万美金 那为什么会这么少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中国买版权的方式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中国买版权的方式 它是一次性买断的 那像世界的其他地方 是像iTunes这样子 像iTunes就是 我今天我被听了多少歌 我被下了多少歌 我就收取多少钱 所以说在中国 即使像是连周杰伦这样大咖的 五月天这样大咖的 他们在中国累积了几千亿次的播放量 不下的量 他们能够收到的钱还是一样 一样是一次性的版权费 而且是非常不成比例的版权费 那像如果最近各位有看新闻的话 你应该就会看到这个 很有 有点讽刺的新闻 我们台湾的R&B教父陶哲 他去中国参加了一个 这个音乐比赛 那在这个音乐比赛当中呢 他被一个不知名的中国的这个音乐制作人 评零分 他的表演被评零分 而且不只评一次零分 还评两次零分 那像 呃 其实现在我们台湾的艺人到中国去就是收视的保证 我们现在 呃 台湾艺人到中国去就已经是收视的保证了 那 那 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台湾艺人他从好几年其实开始进到中国大陆去了 那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是很备受尊重的 那没想到现在我们一路下来我们从被受尊重到现在的被席落 但是我们台湾艺人还是一直呃 受取版权的方式即使对我们台湾的音乐产业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还是只能接受 我们还是只能哀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中国市场 呃 像我们 呃 像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了我们这种 这么沉重的 这种音乐产业的状况之后呢 我们新加科技就是针对 这次募资我们希望所能够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善 我们台湾的音乐产业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台湾的音乐产业 所以我们提出了两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帮我们台湾的 音乐市场寻找新的 呃 音乐产业寻找新的市场 像是人口61000万的东南亚市场 那我们要怎么样寻找新的市场呢 新加科技有推出一个产品叫做Music TV 而Music TV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台湾的音乐 推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Music TV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独家的密尼武器 没有语言限制的音乐推荐服务 像现在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都是听播放清单 应该大家都听播放清单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而不知道各位在听播放清单的时候 里面都是排到最新歌都排到最上面嘛 所以上半部都是新的下半部都是旧的 那下半部的部分你已经听腻了 播放清单的下半部你已经听腻了 那即使说你已经听腻了 你也没有办法去找出 现在我已经听腻了 我想找下一首我要找什么 或者说现在我已经听腻了 那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哪些许峰是我可能适合的 那我们这个音乐推荐引擎呢 解决的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下一首的问题 那像现在像刚刚就有些人问我说 像YouTube也有 也有告诉你说下一首该听什么啊 那如果说你有仔细注意到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YouTube给你的推荐 像像我们画面上这首是来把陪陪的歌曲 那旁边的推荐也是来把陪陪的歌曲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今天你用Nuse TV来搜寻同一首歌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那像在以前如果说我们要找出 跟这首歌相似的其他歌曲 我们可能要先知道说 这首歌是哪个歌手唱的 这个歌手属于哪个曲风 这个曲风里面又有哪些其他歌手 我们在一首一首一首的去找出 我们可能会喜欢的歌曲 而现在呢 你使用Nuse TV之后 你需要做的是 你想要找出相似的歌曲 你需要做的就是搜寻这首歌 所以当你搜寻这首歌之后 当你搜寻这首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你刚搜寻的是最前面这首 来把陪陪的问题与解答 后面所跑出来的这些歌曲 就是经过我们的音乐 音乐推荐引擎演算过后 我们觉得 今天你喜欢这首歌曲 你就会喜欢 剩下其他的歌曲 所以从此之后 你不再需要 再为了那下半部的歌单烦恼了 你每天都可以听到 你爱的音乐 你想听的音乐 而现在呢 现在呢 其实在欧美 已经有不少的 这个音乐推荐服务 那其中知名的 有像Pandora Spotify SFM等 那但是 在这些服务当中呢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像画面看到的这一个 能够提供五种语言以上的 音乐推荐服务 为什么能够提供 提供没有语言的推荐服务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像现在 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除了听中文歌 我们也会听英文歌 那为什么我们会听英文歌 我们不听泰文歌 不听印尼歌 因为英文的歌 相对容易被听见 英文歌相对容易被找到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没有语言限制的 音乐推荐服务 能够帮东南亚的使用者 他们除了听本国的歌曲外 也会听华语歌曲 而且我们不仅把我们的 这个华语歌曲 变得更容易被找到 我们还透过我们 独特的音乐推荐器 把能够帮东南亚的使用者 找出他们会喜欢的华语歌曲 而且我们相信 我们传播音乐 就是在传播台湾的文化 而我们做这个音乐服务呢 其实是为了我们下一个解法 而在打基础 Muse TV接下来要做的是 线上的表演平台 我们来比较一下 现在已经有的 这些线上表演平台 其中像有名的 像中国外外音乐 YouTube和YouStream之类的 那除了外外音乐以外 其他的现场表演平台 使用者使用的目的 都不是听音乐 都不是看表演 而使用者使用Muse TV的目的 就是听音乐 而且Muse TV 还是可以透过 我们独特的音乐推荐引擎 帮表演者 从世界各地找出 与表演者音乐品味相同的 那些听众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身处 台湾的音乐表演者 从世界各地去找出 他们潜在的粉丝 那线上音乐的这些表演者呢 他可以选择贩售门票 或是贩售相关的商品 那听众也能给予表演者奖励 更实质地去帮助这些 台湾音乐的表演者 让我们台湾的音乐人 不再需要为乌斗米折腰 让我们的台湾的音乐 可以更多用化的发展 那像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这次募制的目的 其中一个 其实创业就是在比器厂 那我们做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产品呢 我们从2012年开始 那我们做了 在这些年当中呢 我们尽可能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创业活动 创业计划 创业比赛 尽可能加速累积我们的人脉 那也尽可能的呢 去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但是我们这次主要募制的目的 却是为了能够更实质 帮助台湾表演者的 线上表演平台的伺服器 作用费用而来募制的 为什么要募制 因为当使用者人数 只有10万个人时 我们伺服器作用费用每个月 就说要54万台币 你知道这是非常惊人的 那我们当然不打算全部都靠 目资来解决 所以我们在我们即将推出的 Andrea里面 我们有两个营收管道 第一个营收管道 就是Banner的广告 那Banner广告 如果各位有去知道的话 就是它其实营收是很少的 所以一样 使用者人数只有10万人时 它的营收是3万6台币 但是我们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营收管道 是数位的广播广告 数位的广播广告 它其实是 应该说在市场上 目前还没有看到 除了美国西欧地区外 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订生者 而且当使用的人数 只有10万人时 一个月的营收 就是36万台币 那我们把这两个营收管道加起来 差不多一个月是40万台币 但其实我们仍然是不足以支付 这么庞大的 设计作用的费用 那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到这边 跟各位母子 但是 其实我们 其实 到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们家 在日月潭有一个民宿 那其实往来的外国客人很多 那每次我遇到这些外国客人 我都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 那他们其实回答的答案就有很多种 有些人是为了夜市 有些人为了美食 那这当中 有些人是为了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而来到台湾的 对 那像在西班牙的伊比萨海滩 跟台湾的日月潭 是一样的 都是必去的景点 但是 伊比萨海滩跟日月潭 各种地方在于 伊比萨海滩 同时又是世界公月第一的定义圣地 定义的爱好者 都会把伊比萨海滩 视为一生必去的地点 而且 到西班牙旅游的旅游人口 当中 有高达三成的人 是为了到西班牙去听演 他为了到西班牙看音乐表演 而到西班牙旅游的 那 华人音乐有八成 本来就是产自于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音乐圣地 Muse TV 希望透过没有语言限制的 音乐推荐服务 把台湾的音乐 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让更多人爱上华语音乐 让更多外国人 为了来台湾听演唱会 而到台湾来旅游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提出的这个解法 我们相信 我们提出的这个解法 不仅仅能够改善 台湾的音乐产业 还能刺激 我们台湾的观光产业成长 那 在最后呢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想要改变台湾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那请点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 支持我们吧 谢谢大家 我是Muse TV的Daniel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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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